Hello 大家好 我是世紀會趙阿Wing 今天我們來到中山沙溪金溪龍澤花園 這個樓盤是沙溪的一個大盤 而且還在這邊新開的樓盤 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優越 它處於沙溪的鎮中心位 雖然是沙溪鎮 但是沙溪鎮是來西區、石棋、東區 都是非常近的 我們這邊由樓盤出發到市區 其實都是十分鐘左右的車程就可以到達 我們都可以看一看樓盤樓下的一些交通 樓下其實前面這邊會有一個巴士站 樓盤這邊往東方向走 其實就是我們的西區方向、石棋、東區方向 就是在這邊的 樓盤樓下我們對面就是一個沙溪的中心小學 中心幼兒園 所以其實這邊在鎮區裡的生活配套 已經是非常成熟的 而且我們去逛街吃飯買菜的話 大概都是五分鐘的路程就可以完成 這次我們都很開心 因為沙溪現在有一個新的大盤 我們都很多人關注這邊 因為它的性價比都非常高 它現在價格都是萬三左右就可以成交 而且還是大精裝 它的交付標準都相當高 今天我們跟著鏡頭和大家介紹它這邊的一個整個項目的一個規模 我們來到石楼中心 今天請了Lily幫我們一起介紹 那或者幫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區位先 好 大家可以看到橙色這一塊就是我們項目的具體所在地 叫做金崎龍澤花園 那麼香港的街坊來說的話 目前是有以下幾條路線是可以直達到我們金崎龍澤花園的 非常之便利的交通 那麼第一條路線的話就是走深圳過關 2024年的話 六月份深中通道它就會通車的了 那麼全長就是24公里 20分鐘以來可以在深圳這個位置 走深中通道來到我們一個徐鏗快線 那麼徐鏗快線的話 連接博愛路 全長二十分鐘以來 就可以回到我們項目這個位置的了 那麼都是等於說說 我們在深圳過完關之後 全程就是四十分鐘以來 可以來到我們項目的 這個是目前比較快的一條路線 那麼如果現在的話 深中通道未通車的時候呢 我們是怎麼走呢 那麼我們是走回深圳、東莞、廣州 再回來我們項目 最起碼要兩個半小時左右的時間 所以到時深中通道通車之後的話 我們大概可以折省一半時間以上 那麼第二條路線的話呢 我們可以走廣珠澳大橋 過完廣珠澳大橋之後 然後我們在珠海口岸 走回這條廣珠澳大橋的連接線 來到我們一個高速的沙區出入口這個位置 那麼出了高速之後的話呢 來到我們項目大概就是五分鐘的時間 所以的話也是非常之便利的 那麼換句說話來說 你在廣珠澳大橋通完關之後 全長四十五分鐘以來 可以回到我們項目的了 那麼這個是有現時的一個交通來的 是啊 現時的一個交通來的 那麼另外一個交通的話呢 我們可以坐船搭船去到我們的中山港 中山港的話 仍然都是在這個翠鏗快線這個位置的 火具開發區 那麼我們也是走回這條博外路 全程大概是四十分鐘以內 可以來到我們項目的了 等於說是你坐船 下了船之後 四十分鐘以內回到回來 哦 明白 好 那第三條路線的話呢 它其實就是在規劃中的 那也是我們這個區域的一個城軌站 城軌地鐵站 城濟交通了 那麼的話我們這個城濟交通 步行過去大概就是五分鐘左右的時間 中山城濟三號線就是這個位置的 那麼我們走回這個港珠輕軌 由我們這個位置去到廣州南 大概是三十分鐘的時間 廣州南的話你可以轉成我們的四九龍地鐵 那麼四九龍地鐵的話 回到香港的四九龍地鐵站 大概就是全程四十八分鐘左右的時間 那你加起來的話呢 一個半小時以內 坐貼路 你就可以分到回來中山的了 這個是我們第三條路線來的 那麼這個的話呢 交通路網和你介紹完了 那麼我和你介紹一下 我們周邊的一個生活配套 生活配套呢 我們也都是一個五分鐘的生活圈 那麼我們這邊的話呢 有兩大雙圈是商場來的 那麼分別是我們一個時代方華里 門口這條寶珠中路走出來 大概五分鐘以內 我們可以來到這個時代方華里 那麼你逛街 吃飯 看戲 喝茶 都是可以在這裡完成得到的 那麼另外一個雙圈的話呢 也都是走回這條寶珠中路 大概是五分鐘 轉換成這個農興中路 來到這個星保雙圈 不知道你有沒有了解過我們大都會呢 佳智爺大都會 他那邊的話呢 就大概是三千六百幾戶人家 那是佔了大概是百分之九十 都是香港的朋友買的 是一個香港人的社區來的 所以的話我們這邊過去也都只是五分鐘而已 哦 那都很近的 是啊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買菜 我們可以去哪呢 我們可以走路 大概是五分鐘以內 直徑是九百米的 來到這個龍都市場 啊 平時買菜的話 直接過來這裡就可以了 那另外 休閒配套方面的話呢 那我們是有兩個公園的 一個是沙溪公園 一個是鳳凰山森林公園 這兩個公園 距離我們項目的話 也都是步行五分鐘以內 就可以直接去到的了 所以的話也是非常之方便 那醫療配套方面的話呢 我們項目行工業大道 連接龍都路 大概是七分鐘左右的時間 這裡有個龍都醫院 那所以的話 我們就 我們一個商業 然後的話呢 我們一個交通 配套 都是非常之完善的 好的 那我就幫我們 介紹你們的樓盤 整個規模是怎樣的 啊 好啊 我們現在售老佈的位置呢 就是在這個位置的 也都是我們以後 1.4萬平方微的一個商業街 那我們的商業街的話呢 以後會進駐一些知名品牌的便利店 茶飲店 蛋糕店 寵物店 花店等等等等的 那另外的話呢 整個小區佔地面積就是84毋地 嗯 一共有12層高層住宅 那是我們范城區這個區域 目前最大的一個樓盤來的 我們的話呢 現在是主要賣的 4棟 5棟 和6棟 這3棟 主要的戶型呢 就是99平方 97平方 3房的 116 和130平方 是做4房的 是 那這邊的話是 幾號單位是小 直至幾號單位大 0102單位是小戶型 小三房 就是前面突出來的兩戶 是啊 前面的戶型是小三房 後面兩戶 0304就是小四房 四房 是甚麼朝向的 它有兩種戶型的 三房戶型的話呢 它就是座不向南 另外四房的話呢 就是南北通透 兩個陽台 南不對樓 哦 那裡面有甚麼配套呢 那我們小區裡面的話呢 就有一個比較特色的 一個圓林景觀 你可以過來這邊看看 我們現在賣的小三房的樓下 它就會有一個 600平方米左右的 雙子游泳池 有一個大人 和一個寶寶可以用的 雙子游泳池 那中間這個位置的話呢 是一個陽光大草瓶來的 你都知道 近三年 因為疫情的影響 那很多人都外出不了的 但是也都很流行 那一種野餐 或者是野區啊 露營啊 各方面的小活動的話呢 我們這個陽光大草瓶 其實可以滿足到你的了 如果家裡有一些年紀比較小的小朋友的話 你可以在前面 這個佔地面積大概就是700平方米的 那麼我們的小朋友 直接可以過來樓下玩 那麼另外 如果你是喜歡健身 跑步 各方面的運動類的 那麼我們小區仍然都會有一個 環形跑道 目前我們是12棟樓嘛 每棟樓的樓下呢 我們都會有一個 不同主題的範圍所 就譬如說 我們一些 健身器材 豬巴 旗牌 休閒區 等等 12種不同主題的 都會在我們樓下 哦 是啊 是啊 那麼你們流動有幾高 32層高 哦 32層的 是 那這邊的車位是有幾層 一層 負二層 兩層 地下停車負 哦 兩層的 車位比例都比較充足 比較充足 我們可以去到一比一的車位比例 那這邊的物館是用哪裏 用回我們自己開發商的物業管理公司的 2.9元一個平方 2.9元的 是 除了剛才和你介紹到我們小區以來的一些商業配套以外的話呢 我們另外這邊還有一座商業樓 商業樓來說的話呢 對於我們業主以後入住要更加方便和更加便利的 那我們現在由我們開發商去建 建築完之後的話呢 交給政府它是招商引資的 那目前的話確定了的 第一樓我們是做生鮮街市 第二樓的話呢我們是做超市 三樓四樓的話呢可能做餐飲 那具體的品牌來說的話呢 就要等回政府後面去招商才可以確定得到 好明白 所以都是我們業主入住了之後 買菜就不需要走那麼遠了 直接在這邊西門走出來的話 這裡就是一個街市了 日用品就上二樓 非常之方便 是等於這邊其實也有一個商業配套是在這裡的 這樣有其實也很方便 樓下就可以完成 現在在售的單位呢 是多少錢呢 平均價錢的話 我們是一萬三千元左右的 均價一萬三一平 是啊 帶精裝的 帶精裝的 是帶精裝的 是 那你們裝修有沒有什麼特色 這樣幫我介紹一下 或者我們上去我們交流標準的樣板房 看看 好啊 那我們來到示範單位 都是請了Lily幫我們一齊介紹的 那我們的話就是兩條電梯四戶人家 前面兩戶的話呢就是三房的 99平方 後面兩戶呢就是四房的 分別是116平方和130平方 那我們兩條電梯的話呢 它是可以直接去到地下停車庫的 所以你停完車之後 直接坐電梯可以回到家了 明白 那首先我們看看這邊的99平方 可以做到三方的單位 是啊 沒錯 那入門開始幫你介紹 那我們交流標準就是現在看到的一樣的 嗯 這個是一個甲級的防火門 還有我們一個紙密密碼電子鎖 都是事例都不需要忘記帶鎖匙而犯牢了 那這邊的話呢是預留了一個位置 給你做一個全屋定制的一個鞋櫃 是 好 這個位置其實都夠闊了 是啊 可以做長一點的鞋櫃 是啊 那這邊呢就是除房的 除房的推拉門 我們都是用了比較好的材質的玻璃 你可以看得到 是 那另外的話呢 除房三件套 還有廚櫃 我們是全部做好了的 交流給你的時候就是這樣的了 那廚櫃的話呢 那我們就是用白色的漆面 那另外就 我們是用七零煙機 炎氣爐 還有一個消毒碗櫃的 那炎氣爐和七零煙機的話 我們是用了廣華這個品牌 廣華燃氣這個品牌 是 天然氣的 那個品牌 是 那我們的 消毒碗櫃來講的話呢 就是用方太的 方太的 方太這個 是啊 那這邊還有一個陽台 這邊還有一個生活陽台 可以預留給你 浪衣 曬衣 那我們的插座 水龍頭 地露 那些已經是全部安裝好的了 好 天天花就到了 燈的 那另外你可以看回我們的客廳和飯廳 客廳它的開間是三米六的開間 進深的話呢 我們是七米四的進深 七米四這邊 是啊 那客廳和飯廳都是做到一致的 我們開間都是做到三米六的 是啊 那另外的話呢 你可以看一下天花這個方面 那我們天花的話呢 是全部做好了的了 旁邊都安裝好我們的桶燈 有個視覺效果在那裡 上面的燈帶都做好的 是啊 那另外一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會交付一個客廳和飯廳的中央空調 給我們的業主 那我們是用美的這個品牌的 這兩個 這個就是中央空調美的 是啊 那膠樓要準得多高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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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很多業主選擇買我們九十九方三房這個戶型呢 那一個亮點就是我們這個陽台 超長 六點二米超長的陽台 是和我們的客房是聯在一起的 哦這邊就可以去到客房這邊出來的 是啊 是啊 其實這個九十幾方做到六米多的陽台 人們都很少 是啊 是啊 基本上現在樊城區這個區域是 除了我們小區以外 基本上沒有小區可以做得到的了 是 那另外呢 景觀方面就真的非常之正啦 是 剛才模型的時候跟你介紹到我們的六百平方的雙子游泳池 就是在我們樓下了 是 那這裏呢 其實四五六棟都可以看到這邊 是啊 是啊 這邊的話就是正南向 正南向 嗯 而且呢 我看到你們這邊的這個扶手這裏呢 其實做得挺高的 就是如果高層一點的東西都不會說很害怕 看下去會很害怕 會做得更高一點 是啊 是啊 他這裏都做了一個石 這樣抬高一點 那帶你看回我們的洗手間 和我們的主人房和客房 你現在看到我們洗手間的交付標準呢 就是 餵肉全部做好了 對啦 馬桶和我們的梳妝鏡 梳妝台 我們都已經做好了 這是公用衛生間 是 這一邊的話呢 就是一個三房的一個空間來的 而這個空間的話呢 我們是贈送了一半面積 你都可以看得到 它是兩面彩光 兩面都是用玻璃窗做的 是 這間房呢 其實就是陽台的部件來的 是 那它有一半面積呢 就是贈送的 但是它的窗呢 是做得很大的 一個彩光面 做了AO型的設計 是 那 膠樓的時候都是幫大家封好交付 是 而且我們用的是雙層的隔音隔熱玻璃 哦 就是這邊都是用雙層的隔音玻璃去交付 是 哦 明白 那再過來呢 就是這邊主人房的 是啊 死手間的交付標準都是一樣的 好 那再過來這邊就是主人房的空間來的 那我看到這裡有一個特色的 可不可以幫我介紹一下這裡 這個是緊急呼叫來的 緊急呼叫它是直接連接到我們物業管理處 就是比如說如果你自己一個人在家裡 突然之間覺得很不舒服的情況之下 沒有人可以幫到你的情況之下 你按這個緊急呼叫 然後直接連繫到我們物業管理處的服務 哦 這樣 那這個是我們交流的時候都會有的 有的 全部做好了 全部做好了 非常協心的 那這裡就飄出 這邊採光都是用了L型設計的 是啊 所以的話兩面通風 兩面採光 你的舒適度就會非常之強 而且我們這個主人套房來講的話 你早上一打開窗放下去 就是我們這個油泳池 景觀非常的棒 是 是 那其實這裡採光可以感覺到很好 這邊的其實樓間距也很難 嗯 我們最起碼有50米以上的樓間距 是 而且你坐開這樣 其實都不會怎麼擋到 可以看到我 是啊 那另外的話 我們房間是用了這個複合木地板的 複合木地板 好 交給你的時候就是這樣了 另外的話 你可以看到我們四節方面 全部都是用鋁合金去包邊 哦 這裡 是啊 哦 門框這邊的話 全部都是用了那個隔音條 所以的話 你關門的時候 就不需要說會擔心很大聲 這個就是客房 剛才跟你介紹到 早上起床打開窗簾 直接可以出來這個融台 是 挺舒服的 是啊 那我都看到這裡 都用了雙層的隔音玻璃 是啊 全部都是雙層隔音隔音玻璃 來的 好 那這裡的價錢呢 是大概幾多 呢 平均價錢大概是一萬三千元左右一個平方 哦 那是樓層越高越貴 還是中層越貴 樓層越高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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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知道這邊其實交付的話 因為我們香港客戶比較多 那這邊的話好像有些政策 是可以支持我們香港的朋友 是啊 一會兒可以詳細和你介紹 那我們看看這邊比較大的單位 四房單位 那我們來到四房單位 這裡是116平方 入門的交付標準都是一樣的 這個房間呢 它其實就 南北對流 和剛才那個房間的區別是 這裡的話呢 就是入戶花園 嗯 那你入戶花園進來的時候 這裡是可以做一個鞋櫃 出入穿鞋 你就很方便了 那我想問一下呢 交付的話 這邊其實可以封嗎 這裡 你用玻璃封住可以了 哦 用玻璃 和物業申請一下 是 明白 另外這裡的話呢 就 南北對流 雙陽台 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現在只是在三樓 但是我們的通風採光 完全可以不開燈 非常光亮 是 這邊其實也有少少太陽台 可以曬到進來 但是又不會曬到入屋 所以它的採光是很好的 是 那這邊開間是多少呢 這邊是三樓八的開間 哦 三樓八 八樓的中心 八樓的中心 好 那我們去陽台看看 這邊就是客廳的主陽台 嗯 客廳的主陽台呢 我們是有三樓八左右的 哦 三樓八 你往前看過去的話呢 就是南面來了 所以 你平時 走上開始 一直到中午 你都會有太陽 可以曬得到入屋 就不會說是很陰沉的那種感覺 是 那樓下 之後都會做一些綠化的 現在 全部都是小區的公園來的 哦 這邊就是草坪這邊是嗎 是啊 是啊 好 那另外一邊的話呢 就是 廚房 還有飯廳 還有另外一邊的生活陽台 讓我們可以說要 синabor 廚房的交流標準那我們都是一致的 只不過呢 這邊就是U字形設計 Mina U字形設計的話 它的空間利用得會更加多些 是 而且這裡的雪櫃位呢 可以放到一個雙門的雪櫃 雙門的雪櫃 是 這邊就是大陽台 哦 這個生活陽台其實都挺大的 所以我们地路、杂座、水龙头全部都预留好了 到时你可以自己做一些升降的浪衣架 这边就是客房 这边的话就是大厅和客厅是有中央酒店的 房间的话,这个冷气就不是交标 到时就要自己安装冷气 那这边的地板都已经铺好了 那这边就是公共卫生间 你看看我们的空间都是真的非常大的 而且这边有个赠送面式的飘窗位 这边其实你转身也会比较舒服 而且还有一个亮点的窗很大 这边的采港会很好 先和你介绍这边房间 这边的房间也是我们有半阵数面积的房间 也是做了L字形的玻璃窗 其实很少阳台部的房间可以做到这么大的彩光面 真的很少 就算是你去到五四五点看什么阳光的时候 这个房间的通风性都是彩光性都是非常自己的 这边就是主人房 这边就是主人房 好我们看一下主人房 这边是洗手间 这边交付也是镜柜 洗手台 马桶也是交标 对 交到标准 好 其实这里也是L字形标窗 你的主人房 同样都是向南脚 所以客房和主人房向南脚起床的时候 就会有太阳照进来 那这里就是116方的四房单位 是的 那我们楼下就是有板房的 那我们去板房看这边的一些它现在的一些装修 那我们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是的 刚才和你看那个房型是116平方的四房房型来的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130平方 都是做到四房 就是和刚才的房型是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的面积就会不一样 这里就是116平方的加大板 加大板 是的 那同样这里呢 都是有个入户的 这边 是的 有个入户花园 那另外我们这个房型 都是有一个很大的亮点 和刚才我们三房房型的话 阳台都是一样 这里阳台要更加大一点 黑米1的一个超长阳台 那这边阳台都可以去客房这边 是的 这里都可以通过来 那这间房的彩光肯定是非常通透的了 对 然后另外这边还有一个房间 哦 这边就四间房 是 那刚才我们第一间房 这里第二间房 前边就是公共卫生间 公共卫生间 那我们都可以看看它的交标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全部都是一个交楼标准 那再过来这边就是第三间房 那这间房也是阳台报建的房间 是郑宋面积的房间 哦 同样它的窗也是做到L型的赛光面 都是做到很大的 那我们看看主人房这边 那这间房我们的景观是可以看到内园的景观的 那我们现在身处是五栋的位置 那我们在寿是四栋和六栋的 那我们可以 好像刚才我们都看到那个楼梦 楼梦的话 我们看下去 其实这个位置是一样都是朝南向的一个景观 是啊 有两间房都是朝南向的 所以这里会住得非常之舒服 那这里就洗手间的 就是交标 那出来就是这边是饭厅 饭厅 随房的交楼标准都一样 就要加大一点点 那这边都是随房三件套去交付的 这边就是生活阳台 生活阳台 生活阳台 那这里就一共有三种户型的 是的 那有我们的99方 有110 116 和130 三房 还有四房 是 好了 那今天呢 都多谢Lisa 帮我们介绍的 那还有我们这边 其实都是香港客户 那其实你们这边 都有些 香港客户 一些政策的 那可不可以帮我介绍一下 可以啊 可以啊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可能很多客户 有困扰的问题就是 我港币怎样转成人民币上来呢 那我们的话呢 就是和香港的恒生银行是有合作的 是的 那这样的话呢 你只要用你的港币 去到恒生银行那里 开一个自己的帐户 那你将你的港币传进去 然后的话呢 它会自动帮你转换成人民币 是的 那就不需要说你每一天 都受到这个限额 这个额度的限制 而上来交钱 不是很方便 是的 那我们只要有恒生银行的银行卡 这样将港币 转为人民币 之后呢 就可以拿恒生银行的卡 来这边是直接交钱 是 直接交钱 是 那就可以交付的 那所以这边的话 其实政策呢 是相当好的 对我们港人都非常便利的 有喜欢这边的朋友呢 可以留言回给我们 世纪会智业客户 嗯 大事 最后想要会按一下 是 000ів 1 2 3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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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